刚刚完成我们这一次补选 立委补选的登记 那我感受责任非常重大 那我知道在接下来五个礼拜 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尽我的全力 来争取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我们中山 北松山朋友们 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那这一次也借这个机会了 来再次强调 我在这次选举的两个承诺 一个是干净的选举 一个是正面的选举 干净的选举的意思是 我这一次不会挂广告招牌 这一次不会插棋子 希望可以带动一个 不一样的选举文化 那正面的选举 其实就跟我上次投入选举一样 我会强调政见 只谈政见 不做人身攻击 不抹黑 那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一场 正向的 良性的 政治的竞争 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理事长想要问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第一选举 只有一个多月嘛 那接下来的选举 特约大家会怎么安排 那接下来会去拜会谁呢 还是会有什么大咖会来帮你们 大家知道我们这次的补选 只有五个礼拜短短的时间 那该做的都还是要做 我们的时间基本上都被压缩了 除了基本的基层的拜会 跟拜托跟拜票之外 我更希望的是选民看到 我过去几年所做的努力 也希望选民可以肯定 过去我们几年 尽管没有赢得公职的职位 但是在民间还是努力的 在推动我们国防的工作 因为民进党刚才经过九个一的败选 会不会担心说 接下来的补选打起来会特别艰难 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责任 要争取社会的信任 那特别是在这个时刻 我们上个礼拜 民进党受到很大的一个教训跟考验 那民进党不是没有跌倒过 不是没有失败过 我觉得我们要看到的是 人民对于民进党高度的期待 这也表示我们必须更加认真 更加地努力 赢得大家的支持 上礼拜的选举有很多 可以检讨的地方 很多应该检讨的地方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其中一个重点 其中一个教训 是我们初选机制的一个崩坏 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正规的传统 那就是初选应该是常态 我们的征召应该是例外 那我们希望所有 以后每一位民进党的同志 也都能够记得我们的传统精神 我们的民主精神 一切以民意为基础 董事长另外想问说就是 现在扑升比较高的国民党 可能是王洪威会出来参选 那他今天早上在参访的时候说 他没有再怕吴怡农 如果他来选的话 他一定会赢 那想问一下如果最后国民党 是派王洪威的话 董事长会会怕他吗 吴怡农没有那么可怕 那其实不管对手是谁 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 短短的五个礼拜 要争取到市民朋友们的 信任还有支持 那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好 那这样子好吗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临时赶过来 那我们接下来 从下礼拜开始 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会常常见到大家 谢谢